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2 今天荣耀20系列的国航版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正式发布 作为荣耀数字系列的最新旗舰 新机在相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做出了较为明显的升级 下面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吧 OK 我现在手中拿到的就是全新的荣耀20 Pro 可以看到手机正面配备的是一块6.26英寸的魅眼全视频 屏幕分音率为2340x1080 前置32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采用挖孔的形式放置在屏幕的左上角 在边框的控制上荣耀20 Pro相较于荣耀V20来说是有一定进步的 视觉观感自然也是得到一定的提升 手机底部荣耀20 Pro采用了USB Type-C接口取消了3.5mm耳机插孔 背部有一整个3D曲面玻璃覆盖 玻璃内部采用了特殊的纳米图层 使其在不同的角度下观看会呈现出不同的纹理非常漂亮 在后置相机方面 荣耀20 Pro采用了一组由4800万像素超清主摄 加16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加800万像素长焦镜头 加200万像素微距镜头组成了四摄 在DX5 Mark中拿下了111的全球第二高分 具体的成像表现咱们在后续的体验中再跟大家详细的分享 接下来咱们聊聊指纹 为了保证背部的完整性 荣耀20 Pro这次采用了侧边指纹识别的方案 很多朋友会担心它的识别速度和识别率 下面咱们就来实际的体验一下 可以看到荣耀20 Pro的侧边指纹识别 基本可以实现描解的水平 手指刚刚碰到按键手机就快速的完成了解锁 个人觉得这速度相比市面上所有的屏幕指纹 都要来的更加的畅快 至于配置 荣耀20和荣耀20 Pro均搭载了麒麟980处理器 提供了8加128GB和8加256GB两种存储版本 其中荣耀20广板售价 分别定在2699和2999元 6月1日首发开卖 荣耀20 Pro则分别定在了3199元和3499元 6月18日正式开售 讲称荣耀20系列广行版的价格相较于海外版来说 还是非常诱人的 如果你恰好喜欢荣耀的这两款新机 不妨关注一下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聊了 点击订阅关注为这 每天都有新内容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